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5月12日会见传媒时宣布 补贴雇主支付员工工资的保就业计划 将在本月25日开始接受和资格雇主申请 经过了一个月的密集式讨论 细化和和持份者的研究 也都听了不少的意见 我们大致已经敲定了这个保就业计划的细节 申请的日期将会是今个月的25日 第一期的申请是涵盖 今年6月7月和8月 申请的期是三个礼拜 这个是第一期三个月的工资补贴 在此前的4月8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推出 款额810亿港元的保就业计划 向合资格雇主提供员工五成工资补贴 每名雇员上限9000港元 为期6个月 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在4月18日批出了整体拨款 其中包括810亿港元用于保就业计划 5月12日 林郑月娥公布细则之前 再度重申保就业计划的目的 我在这里重申保就业计划的目的 是向合资格的雇主提供工资的补贴 让他们能够保留他们的员工 为香港保留实力 当然整体来说 我们希望透过保就业的计划 能够力抗一个失业的浪潮 减少大规模的财源 希望社会各界雇主雇员 能够一起度过经济的寒冬 为协助更多雇员受惠于计划 从而保留工作 林郑月娥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措施 涉及6万名年长雇员 1.2万名建筑业 饮食业的连续受聘雇员 将重新纳入计划范围内 当中涉及5000多名雇主 及自雇人士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